BRT快捷巴士停驶一年多 期间纷争不断 最近又传出劳资争议 快捷巴士员工向市府提出资遣条件 主张比照国道收费员7个月的慰问金 更有人喊出最高24个月的资遣费 交通局则以年资落差不符比例原则 坚持维持5.5个月 并强调已经协助BRT员工转职捷运公司就职 最后一班BRT使出宣告时代的结束 播张的画面都已经过了一年多 但是风波却还不停息 12号上午有快捷巴士司机 就在律师的陪同下到市府广场抗议 并且递成情书捍卫自己的工作权 那当然就如同刚刚这个员工他们的诉求 他们也不见得说非得要到终结 你如果让这些BRT闲置在32台4亿多块的这个BRT 能够重新上路 其实他们也是乐见其成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就按照原来的劳动条件 和原来的工作内容来继续服务 我们还是最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原本的工作 对因为我还是强调说这些车辆是可以使用的 那市政府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 不应该去剥夺我们的工作权 十多名快捷巴士司机高举部条抗议 并且亮出监院台中审计处 104年度决算审核报告 明确指出台中市政府错误政策 造成BRT公司亏损6亿 闲置32台双结公车 浪费4亿3900多万资产 总损失超过20亿 而这不该游基层员工承担 他们要求合理的资遣费跟慰问金 有几位提出要20个月 那大部分也都提出要12个月 那我想站在市政府按照过去的这个例子 这一个我们两年的年资 给到5.5个月 已经在这个过去的劳资争议上 我们已经给了非常高的这个金额 那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个 这个直接之前这条路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转到这个捷运公司 交通局长强调快捷巴士结束阶段性任务 已经协助BRT员工转职捷运公司就任 而双捷巴士也已经上网公告活化利用 由民间业者租用 预计10月初绝标之后 将由得标业者主要行驶台湾大道 及高美湿地等观光景点服务市民 旧军台中采访报导